然後一隻是毒兵狗 然後一隻是大丹 我不知道啊 又很愛大便跟尿尿 但那個很像 很像河 很像三角龍 你知道嗎 我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柯振東 規定大家就是 表欄丟垃圾 我覺得啦 對不管是美觀也好啊 大戰也好就比較好 而且比較簡單可以做到 被看到丟一個垃圾 不管大或小 罰兩萬五 真的錢中了就比較會有人會害怕 我覺得已經有比以前好很多了 我覺得其實台灣都在進步啦 大家對愛狗愛貓的意識有越來越抬頭 不欺養是一個關鍵的 重點是你就是 你愛牠就把牠當家人 我算狗派 我喜歡跟寵物互動 我有兩隻啦 原本有三隻 但因為有一隻就是在前幾年去世 對然後一隻是毒兵狗 然後一隻是大丹 兩隻都很巨大 有一隻大丹站起來跟我差不多高 那我覺得兩隻狗都看起來很嚇人 但牠們其實很友善 所以其實我們 常常遛狗的時間都是在晚上 因為怕嚇到路人 當然還是要小心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別人養的狗是怎麼樣 所以比較輕易地去餵食或是觸摸啦 我覺得牠們可以感受到人類的喜怒哀樂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神奇的 因為你有時候心情不好的時候 牠們就可以知道 無論如果牠就是 百分之百地用牠的全心去愛你這樣 我們家狗太大 雖然牠們的大便跟尿尿太大 對所以就是很難去清理 牠那個很像很像河 牠的都是這樣 很像三角龍你知道 我不知道 又很愛大便跟尿尿 但牠們還好很乖 牠們不在室內 不然真的會完蛋 這個本身沒什麼會畫經驗喔 我小時候很會畫畫 年紀越大之後 那個創造力越低 就不想畫了 還是我要畫抽象 不要畫抽象 這樣太假掰了 不要不要 等我一下 快畫好快畫 我很期待 不要不要 不要期待 好啦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平衡 對就是大地跟海的是平衡的樣子 不然感覺好像以後都只有水沒有陸地 他們還有一些河川啊 然後會有深的淺的不同深度的海洋這樣 這個是成語無限的 我覺得可能會有很多不同的宇宙會 其實都連在一起 對我們只是其中一個 很多變體 對我是很相信這個理念 我不要在全世界全個宇宙只有我們 怎麼可能 祝你長命百歲 加油